从焦点来看到慈禧基金会接受执行长 在接受媒体专访时透露 购买BNT疫苗的过程 曾经有政界跟工商界大佬劝阻 行政院昨天火速的澄清了 表示绝对没有阻挡 但是前卫部部长陈时中 今天依旧是受到选战对手 蒋万安以及黄珊珊的质疑 陈时中来万华参拜民众热情给支持 但选战对手可是抓紧疫苗采购争议 炮火猛攻 如果一个政府是只是谋财 你自己贪污就算了 你就会害到人命的话 这是不可原谅的 如果有人这样子做 他真的必遭天前 我想这就过分了 那自己检讨吧 说北市想买也被卡 一番话活上加油 因为此季基金会执行长 透露去年捐赠BNT疫苗过程 曾有政商界大佬劝阻 虽然行政院五点声明 澄清觉无阻挡 但这把火还是让前指挥官陈时中 受到对手质疑 摆的过程有没有卡关 他只有一个关 就叫做中央政府的关 民进党就是利用整个背后的力量 在操控着没有立场 没有组建的指挥官 不断阻挡疫苗 护航高端 此季有特别声明过 没有所谓这些相关的事情 说的就是这张声明 此季强调外界不要做犯政治化联想 但前一天客问者更加码爆料 当初要不是政言上人翻脸 否则根本买不到疫苗 陈时中满起脸驳斥 他对我非常的亲切 跟非常的照顾 在买疫苗或买疫苗期后 我跟他也私讯过 那也亲自也拜访过他 也跟他一起用过早餐 没有所谓什么翻脸的事情 北市选战攻防 疫苗采购争议也火烧不尽 这次是黄晨博 聊星雨里面 我们台北报道